那么到了五级时代呢 咱们要重新去思考它 这个问题究竟应不应该上网的可能性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每家都有这个 属于表啊电影表 媒体表 那这些表呢在家里 这个其实也是挺麻烦的 因为你每个月都要去查一下这个数字 那么去报给这个属于男公司的 那在四级时代呢 咱们就当然了 这个不会想到 我做一个能上网的属于表 这也明显是 如果拿这种项目的话 这个作为创业项目的话 我觉得它非常不靠谱 因为这个东西 怎么说 第一 成本也比较高 因为四级的自费肯定是比五级要贵很多的 到了五级时代这个 网络自费呢会更加的便宜啊 这个 如果你往属于腰里 往一条卡 这些水表 卖的会比以前的水表贵很多 第二呢 这个四级的公货 也是一个大问题 你不可能给你家的水表 给过几天撑死电 然后如果这个水表需要连接 一个插头再连到插头上 那也明显的 这个非常不合常理 那就有人说 这个像水表电表这些物体 能不能通过 用WiFi的方式 连接下来的物件来解决 其实前些年 这个一直在推广 但没有火的一个概念 就是智能家具嘛 其实我觉得智能家具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里面的每一个电器 每一个设备 都要去连接你家的路由器 那这个过程 首先非常的繁琐 对一些小软用户来讲 其实非常难以操作 而且呢 也太依赖下家的路由器了 但是